過去有賣照的行案沒辦法破案 最主要是現場的基準處理困難 也就是單獨技術這個不夠先進 競爭處理民國九十二年 生力感是重心 用最新的單獨感情的技術 破賣照重大的固案 來看我們的報道 穿這打入水 這是行屬局 冬都鑑定是嚴重 必須要經過試射 才有辦法取得這個 具有槍枝特徵的彈頭雞蛋 人有基因 穿有賴賴賴賴 獨一無二 透過每一支 穿他的筆對 讓冷暗有進展 步槍又是比較不好比的 因為它上面的特徵 是有一些需要尋找的部位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比較有印象 民國九十二年 內政部經驗室成立 行屬鑑識中心 營養穿機犯罪越來越多 因應全世界最先進的 3D 立體B隊系統 協助破案沒話說 就是台本的CSI 行屬鑑識團隊 這個是淡底雲的區域 這些區域裡面的特徵 都可以幫助我們去跟資料部裡面 其他案件的彈口去做確認 透過檢查的三地系統 將這個穿冠粉跟幾萬筆資料組比對 就是要靠近鄉親 進行跟無犯規案 給他台東 翁彥就是透過 戰戰的比對 對照出來真鄉 大家最知道的穿這個案 就是十五年前這件現案 阿嬤的總統不要不要來囉 日本共申請三月十九月 李總統代算投票日 較不十一點 真拚連任的真正副總統 但最變得李修蓮 在台南最好穿上的牛票兄弟 有穿什麼 警方在現場找出凶陷遺留的彈頭 夾克右下角的小孔洞 就是子彈的射入點 接著小組在府裡 前後將近待了四十分鐘 彈頭不可能講 這兩千丁端的全國 也會選擇 結果產生複雜性的變數 為了對他刺激案 各地出名的現實鑑定專家 李總共迫屬的團隊來台灣 中心能夠思法的金發家 要調查真相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 結果有很多時候 科學能夠解釋 有很多時候科學沒有答案 檢病動員電區調查 發言憲憲凡彈以鄉 已經堵罪失望 過年檢查中長五營交全補結案 以前李總共也幾十次 發生重大案件 沒有進展時協助破案 像1983年花南銀行的手案 槍火對著我 我看到他們 他們就叫我不准動 不准出聲 拿卡片槍的子彈給我看 那個卡片槍拿起來子彈給我看 當時社會在暗不好 銀行的兄弟 李明傳無名金廟七宗 過程天就發生青岸 京婦沒破案的刷屬一直到半年後 我平常就聞到一個臭味 想不到這個紀念就是 使用半年的兄弟 當時感激期沒有破片 京婦就在外國用手握手去找人 案件經過七宗一直到京婦政府 五萬部官的 成功集團五東兩百個案 遲到兩支卡片槍 才讓這個一連串的重大 行案真相大病 我把兩支卡片槍追溯了以後 對這個案子才可以說 也有這供書也有政務 才能夠真正的算法 不過感激感受也未結束 為了調查案件 警方突破重點的阻害 今天兩支比較面前 走到美國 那種東西已經是放手 收拾感激傳家 你將會報仇請教 我們做件事科學 並不是說要升官 也不要法財 也不要代表哪一邊 只是希望能 對這個法治的制度公正 希望能對無辜的背後 有幾分正義說幾分會 我們今天無分大小 幾個是龍心 就是這份骨心 讓冷暗有機會驚出東安省 重見書庚 在到晚久的正義